今天是一期双十一服饰类的购物开箱 我最近真的是粗花泥上头买了超级多粗花泥类的小外套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一边试穿 一边让大家给我一些建议 一起来看一看哪件该留哪件该退 如果刚好给大家种到草了的话 上市大家还可以趁着折扣再去入手一波 我今年双十一主要是买了三个品牌 第一个就是我身上在穿的这个Fabric 这个牌子大概我从去年双十一把 就有听各大博主在案头推荐了 Fabric是一个设计师品牌 它的每一件单品都是和不同的设计师一起合作来完成的 但因为它的价格有一点点小贵 所以一直等到今年的双十一有才舍得入手 我看了一下它的材质之后 袖口和领口这边是真丝的 然后其他地方都是花仙的 所以秋冬季穿可能会起经电的比较严重 它在肩膀这里都有做一些小细节 是这样有一点镂空的感觉 其实看上半身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的 但是整体来看 我觉得它对我的身材要求有点太高了 所以也会有一些犹豫要不要留它 大家觉得呢 好那下面我就要开始来试我的一大批粗花泥外套了 我就都拿这一件黑白的衬衫做打底好了 然后每一件衣服我先试穿它 然后说它的感受最后再把它的价格贴出来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看看 其实它的价格符不符合大家的预期吧 第一件现在是一款比较简约的款式吧 这件的尺码我买的是2P 这件衣服的合作设计师之前有担任过Bellman的助理设计师 以及Louis Vuitton的女装设计师 其实第一眼看上去我觉得它有一点slim的感觉 就是那种比较简约的新冷淡风 试穿上身我觉得这个尺码我穿有一点小了 就是穿在我身上觉得版型有点过于干练了 它整体粗花泥面料的做工上来看 我觉得还是比较细致的 整体织的也比较平整 这一件小外套官方还很可爱的配了一顶帽子 它们材质是完全一样的 这种这叫什么帽呢 是我绝对不会买的那种帽型 戴上这个帽子真是觉得自己相当的优雅了 公开价格 这件我买下来双十一的折扣之后是1910 大家觉得值吗 下一件也还是它们家的 我觉得这一件带一些黑金元素 显得更有一些附加千金的即适感 完了 我现在有一点强烈的感受到 它们家衣服都买小了 这个袖子直到我 差不多七分袖的感觉吧 但模特穿起来不是这样的 个人感觉这一件的上身效果会比上一件更适合我 而且刚好今天配的这件小衬衫的黑领子 搬出来感觉也还蛮配的 如果不把领子拿出来的话 它就是一个圆领的设计 嗯 这样也很好看 然后之前不知道大家在视频里能不能看清 它在阳光下其实很有bling bling的感觉 这个金线做的非常的好看 那在不知道价格的情况下 这一件稍微大了一号 我觉得穿着稍微合身了一些 但是这件其实是应该是over size的版型 就穿的更宽松一些才能展现出来它的设计 甚至模特的穿加图会在这个外面再加一个腰带来穿 它们这件粗换外套我试起来感觉领口的版型处理都是非常的好的 包括这种领口袖口的小细节做的都非常的精致 在内衬上我觉得他们家的处理算及格吧 就作为一个我在淘宝上买来的设计师品牌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它的内衬的所供 但算不上非常的精致 下一家是来自paper的一些外套和裤装 第一件依旧是一个粗花泥外套 这一件的内衬个人觉得会比之前favorite的那一家做的更丝滑一些 这一件我刚穿上感觉是比较惊艳的 因为它的颜色底色是这个淡蓝色 上面还有粗的白线 包括一些黑色和白色的细线 还有金色和棕色的这个金丝线 确实是这个颜色搭配出来会显得非常的精致好看 这件尺码明显会更适合我一些 尺码是刚刚好的 大家觉得这件怎么样 公开一下价格 这件我买下来双十几价格只要511 是之前几件价格的三分之一吧 大家觉得这件值得留步 哈喽大家 来跟大家插播两件我这周刚收到的包裹 真的这两个单品我都超级的喜欢 一定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颗是最近超火的这个Ruff Lauren的一个粉色的小开衫 这件其实是一件大同的款 像我165的身高一般穿大同16码就是非常合适的了 它这个针织的纹路做的超级的细腻 纯棉的材料贴身穿也特别的舒服 刚好可以配上这次入的黑色素皮的这个阔腿裤 有没有black pink 甜裤穿搭的感觉了 还有一件让我很惊喜的就是这个 Sushi 家的小向风的小外套 这个外套我一上手摸到就觉得 哇 好不一样啊 它是那种非常非常柔软的感觉 我看到材料是Polyster和绵羊毛的混绑 所以摸起来就有那种绵羊毛超级软软的感觉 而且它里面是没有内衬的 做的是比较薄款一点 就是两面都是一样的面料 所以贴肤穿也非常的柔软舒适 这一件外套的花边也做的超级的精致 而且整体的座边锁得非常的平整 几百元的价格可以买到这样的品质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超值了 那以上就是我全部这次买的 从来的外套了 接下来就是裤子的环节 第一条裤子其实我本来想做打底来穿 然后用它来搭配这件所有的外套的 但没想到我居然穿不上它 我拍的是M码 但居然穿不上下 我直接去穿入的体重 结果发现不是我的问题 就是这条裤子尺码的问题 如果拍的话大家一定要拍大一码 这条裤子其实穿上版型 是和我身上这条很相似的 但我身上这个是西装裤的面料 它这个有点像厚的瑜伽裤的面料 厚度上感觉是比我腿上这条厚两倍的 然后都是这种喇叭裤的感觉 就是膝盖这边是最紧的 然后到脚踝附近是长口 它这边的长口做的是一个拉链的设计 就是可以你想敞开就敞开 不想敞开也可以把它拉上 弹力的话一般般 弹力不是特别的好 但穿上真的很显瘦 可惜我就是拉不上这个拉链 所以就没有办法给大家试穿了 下一条也是他们家的是一个长口的皮裤 下面是非常大的裤口 然后整体的皮质面料摸上去 没有特别的厚 还是挺软的 这条裤子感觉还是很酷的 它的腰这边做的非常的合我的身 然后裤口这边 裤筒这边又是比较肥大的 配靴子啊 或者是直接配球鞋穿都很好看 这条裤子很推荐给大家 它有两个颜色 我觉得都应该会很好看的 下一条是一个皮短裤 它整体的版型没什么问题 东间配靴子穿应该还会蛮好看的 但是这一条皮裤的这个皮质的柔软度 没有上一条好 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硬 这边有两个抽绳可以做一个装饰 然后大大的口袋 但是有一点我不太理解 就是它里面做了一个内衬 但这个内衬居然比裤口还长 它会露出来 是我不懂时尚了吗 本来就是这样的吗 最后一条是一个浅咔色的西装裤 这个裤子我觉得它设计的超酷的 就是它整个这边是一个魔术贴 就穿起来非常的方便 我觉得这种裤子上班穿也会很舒服 因为如果裤腿太紧的话 坐一天真的会很难受 可以的 这个裤子也很是我的风格 那现在衣服差不多都试穿完了 还有两个小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一个就是这个盒子 我刚收到的时候想了好久 这个是我买的什么东西 最后发现它居然是我买的袜子 他们家的袜子做的真的好精致啊 我买了五双这个Premie家的小袜子 每一双的花色我觉得都超级的渴 非常的可爱 还有这个绿色小花花的 还有棕色和黑色都很喜欢 这五双袜子它送了一个这种质量 还蛮好的收纳袋 出去旅游的话可以直接用来收纳袜子 这波购物体验感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最后一个 这个是我双十一当天零要付款了 然后被小红树种草的一个视频 里面的话 是不是超级的可爱 是一只有一点运动感觉的装饰腕表 它这个小兔子的标准就超级的瘦割少女心 而且整个表看着又霸气又精致 这只表这边做了一个全镂空的设计 加上表圈这个白桃子的质感配上玫瑰金的金属装饰 但凡它是某知名品牌的定价 一定要到小几万起步了 这支视频录了小半天 麦都录没电了 不过这支表真的很美 小千的价位也非常适合送礼物 无论是正装或者运动装都超级的百搭 好啦 那这就是这期视频想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还看不开心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再见啦 bye